当续拔的现场 但你看到这男头的这个车祸的意外 一名男子开车撞上到浩志灯来受困车内 景潇到场救援 却意外发现他的驾驶座的脚踏电像 放着两包的海洛因 这个男生当时满脸是鲜血 他面对了远景的盘问 竟然还狡辩说 那继续躺 轿车撞浩志 车头凹了 灯赶歪了 男子卡在驾驶座 撞破了额头满脸鲜血 眼看景潇来了 要协助男子脱困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远景询问商 患得态度180度大转变 远景好眼力 看到驾驶座的脚踏电上 有一小包白色的粉末 不过照是男子受伤了 嘴里却还雕根咽 态度老神在在 这样回答 我问你 那商业就好了 你烤人家就好了 那商业就好了 你烤人家 警消决定先将男子送医急救 接着把遗留在车上 白色粉末拿去检验 结果发现这根本就不是糖 而是毒品 警方来检验 初步检验之后 发现此为排落因 具有0.7公克 警方推测肇事的男子 很有可能是在吸毒后 精神恍惚还开车上路 结果自撞耗志 吸毒真的会误事 让远景正办单纯的车祸案件 意外查出驾驶系统 真是宇宙大响门头 采访报道